这个是我两年前的皮肤 大豆坑 大毛口 黑头 粉刺 这个是我现在的皮肤 通过医美我已经解决了我大部分的皮肤问题 并且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干货 今天 通通门见给你们 不管你皮肤是啥样的 是有痘啊 有斑啊 黑头啊 粉刺啊 过油啊 过干的 还是眼袋也黑眼圈 今天这期视频 通通你都能找到解决办法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用医美手段治疗皮肤问题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贵的东西 好 那如果今天是你感谢的话 就看你的身体感觉 我送你这么做的 你来 叮 那第一个就是我本人脸上最大的问题 就是陈年的豆坑 豆印 我去年发视频让大家监督我做脸来的 都谁监督我来的 扣个鸡 3个 那在豆坑这一块的 一句话我料着 没有人给我 这两年我为了我这个大豆坑 东奔西套 我做了无数个医美项目 总结下来 我觉得两个项目 对豆坑最有用 黄金微针和点震激光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条好汉 你不怕疼 你就先可以拿那个 黄金微针治疗几次 然后剩个别比较严重的大豆坑 再用点震激光治疗 因为点震激光它的创伤比较大 所以恢复期就比较慢 然后并且呢也很容易留下色沉 那我的观点是啥呢 就是 能无创 不微创 能微创 很有创 但是我个人啊 我真的受不了那个微针的疼 它就是拿那个 七七四十九根小微针 在你脸上疯狂的扎 真的老疼了 老疼老疼老疼了 所以我选择了点震激光 那这是我做完三次点震之后的效果 你们看一下 那不管是黄金微针还是点震激光 它都是一个项目的总称 这个总称下面有很多仪器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好的仪器 那我把哪个仪器好 你们如何选择 我都给你列出来了 然后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黑眼圈 那有黑眼圈问题的 口跟二位看看 那黑眼圈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啊 色素型黑眼圈 血管型黑眼圈 还有两种混合型黑眼圈 你看看你属于哪种 那第一个色素型黑眼圈 它的解决办法就是用激光 来击退黑色素 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 调Q激光来解决它 那调Q激光也是一类激光的总称 我给大家选择出了 三台调Q激光的仪器 然后你们来根据 自己不同的情况来选择 我给你们列这个表格 都是我整理出来的 安全的 有效的 有证的 并且性价比高的仪器 你们就放心选择 其中的一台就可以了 我没体力仪器你别选啊 别一整个情与妄动 我还上人家当 总整的马后跑 上当了受骗的少女家来哭来了 没人理你啊 那就给XX问我呗 我现在一天花五六个小时 给你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能不回你 是啥的呀 天哪上人去呢 那血管的黑眼圈有两种方法解决 第一种也就是填充 用那个熊毛针呢 去按蛋白针呢 那如何辨别这些药品的真假 去看我这期视频 我都说得非常明白了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 用染料激光来治疗 我问了所有的专家 他们都说 染料激光是治疗血管问题的经标准 你们都没听过染料激光吧 肯定没听过 因为染料激光的仪器特别贵 特别特别贵 所以有它的医院特别少 私立医院基本上都没有 也没有人打广告啥的 我只知道两家医院有 一个是上海的酒店 一个是华山医院 那染料激光 其实不是一个医美的仪器 它主要是治疗皮肤病的 一个光斑可能就一平方厘米吧 好几百块钱 你要是有条件可以去抗它 那这两台染料激光的仪器 你做哪一个都行 能听到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了接触之外 也跟我收藏了 我整理也可难了 用灰灰本 那最后 如果你是混合型的黑眼圈 你可以先去医院 让医生看看 你到底是哪种更严重 先解决更严重的那个 那第三大问题就是 皮肤过油 每天那家伙油光满面的 不管用啥粉底也都脱妆 我还那个 网红醋辣的 那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上次问题 我的观点是啥 我觉得皮肤问题 你能用护肤瓶解决 就先用护肤瓶解决 实在护肤瓶解决不了 咱再用那个医美解决 那这个很显然 它是可以用护肤瓶解决了的 那刷酸产品 我自己用起来 我觉得效果最好的就是 薄拉达 薄拉达的省氧酸面膜 那如果你嫌贵 你可以用浮晴这个也很好 那具体咋说 我就不在这个视频里面细说了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专门出一期 关于刷酸的视频 把专业的医生会计的一套 交给你们 想听的可以 接下来 黑头 那关于如何去黑头这个问题 很多博主都出过视频 我也都去看了 我觉得说的都比我好 你们可以去看看 那如果你说 这些方法我都用了 我还是没把黑头去掉 那我今天推荐你们一个仪器 也就是肥墩新出的 就是这个 我做个一次 我觉得效果特别好 甩小气泡 10条件 那接下来是痘痘 痘的问题 我们刚才说完了黑头 我们现在来说B头 那因为痘痘的成因和形态 非常的多 所以我要发很多期视频 才能给大家讲明白 那应该看出来了吧 我今年都没有做外科手术 就是今年主攻皮肤类的项目 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皮肤 我现在颜值巅峰 蹦在整了 再整了就过游不急了 该讲了 我现在讲了不讲了 讲了 不讲了 那闭口的解决办法 一共有两种 第一是刷酸 第二是光风缩 那刚才不是说 如果你因为皮肤油 想刷酸的话 可以再加刷吗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闭口 你要刷酸的话 建议你去医院刷 那目前医院里面 刷酸的很好的产品 我知道的是叫 心思脆 要笑很猛 那我听了很多课 然后 问了很多皮肤科的专家 他们都说 心思脆很好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 大家常说的光子嫩肤 那一般情况下 在做光子嫩肤之前 医院会给你搭配一个真青 然后再用光子嫩肤给你消炎 让它不会再出发 那光子嫩肤的仪器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两个 我认为最好的 我觉得大家就是做 咱就做最好的 对吧 而且这玩意儿呢 本身它也不贵 那接下来这个 其实不太算是皮肤问题 但是也是很多外表的兄弟们 一直在问的 就是眼带 那眼带分为 脂肪型 松弛型 还有混合型三种 好好看看你属于哪种类型 那如果你是单纯的脂肪型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内切手术 把那个脂肪取出来就行 内切手术就从这儿 这个里面 给你开灯 不会就把 三到七点的规矩 也没有出现 那松弛型的眼带 就要外切了 从这个 给你切掉 然后把那个肉 不是 皮一起切掉 可能会溜疤 那如果你既是脂肪型的眼带 又有严重的类钩 就要做一个手术 叫做矿格释放 就是把你眼带里面 多余的脂肪给你糗出来 完了 再给它塞到这楼里 但是因为我这个眼带 其实不太明显 所以 如果有白马兄弟 你的眼带特别明显 你就想做 你可以来XX里面找我跟我说 我选一个模特 然后出一个Vlog给你们看 我出钱 我出钱 接下来 红血丝 那首先我们要吃到红血丝 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天生的因素导致的红血丝 一类是因为外界的刺激 然后产生的红血丝 那如果你是因为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红血丝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绝外界的刺激 那可能它就消失了 那如果它没有消失的话 就要跟第一类天生的那个红血丝一起来做 一起来治疗 那治疗方法有两种 我刚才都推荐过了 第一个就是染料激光 它是治疗血管问题的最好使用 那第二个就是光子嫩肤 它没有染料激光效果好 但是它没有恢复期 然后如果你不严重的话 那它治疗也挺好的 仪器刚才也说了 规划360和M22 然后光子嫩肤 它不仅可以治疗红血丝 它美白嫩肤的效果都特别好 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就出一期全身美白仪器的特评 看不太好是 真无错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就是 你皮肤干 干的都要掉这儿了 咋我护品都不好使 还是干 水光车了解一下 我就不细说了 我去年专门出过一期这个的视频 你自己找去 包括怎么选药 怎么辨别药品的真假 我都说了 现在市场上 每三只水光车里面就有两只是假的 因为这事我还上 上药室了 上热风了 药室来采访 你们看看吧 没那么丢脸吧 表现还行是吧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搬 我感觉搬 关注我的拜华兄弟 你们年纪是不是都比较小啊 长搬的多吗 你们都多大呀 搬吧 我研究了 我发现 90%的板都能用激光去除 你可以看看你能接受哪个仪器 让你学哪 但是搬这个东西确实是很难治疗 只有老年搬和特情色质 是可以就是治好的呀 但甚至你这个阿子长了 治好的时候 他可能还敢这个阿子长 然后雀版咖啡版 就是你可以给它治好 但是它可能还会再长 也可能不会再长 这个我也不敢说 就是我也不敢瞎说 但是我敢说啥啊 黄鹤版肯定不能治好 管我还敢说一句就是 一定要做好防晒和空服 你别管能不能治好 你先别让它长 好 那今天的内容就这么多 如果有用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一箭三脸和疯了三毛 最后嘱咐一句 效果越强 改变越大 副作用力越大 所有的项目都这样 然后今天说这个项目 我接下来的视频 会当个分每一个项目 给你们细点的去讲明白 像先看哪个可以给我留言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